猫王亲笔已书曝光 惊爆死亡内幕西洋巨星 猫王艾维斯普莱斯利逝世至今41年 全球悦迷对他的怀念有增无减 去年底一度传出他过世前的亲笔遗书正式曝光 惊爆他其实是自杀 猫王遗孀普利希拉近日也在DOW的记录片中表示 猫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普利希拉说 猫王非常清楚用药过度会引起心脏病致死 言下之意似乎暗示猫王确实有意自杀 他还说 当时他与其他亲友也曾努力阻止猫王 但最后还是失败 猫王是1977年8月16日被发现在玉市昏倒 送医急救后回天法术 当时被诊断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减调单位推测试要无滥用 外界也一直传闻猫王可能是因吸毒或酗酒导致死亡 最新文章 吴宗献报哭三分钟 首斗写一行字 吐出道三十一年心酸吴宗献 将于7月28日在台北小聚丹举办出道三十一年首次歌唱 今天举办造势记者会 公布4月14日准时开麦 在会后访问上 他谈起一出道的初衷就是想当歌手 父亲也给予他很多期许 想不到他竟踏上谐星之路 出道三十一年终于站上小巨蛋 自叹 对爸爸是交代 常歪掉往综艺走 唯 聊养家活口 以前有多为难 面对演唱会 认为平复心情最重要 接着吐了一字 突然被从中来 瘫趴在桌子上暴哭 他的演唱会为了提携后背 开场前四十分钟 把舞台交给六十多位谐星去发挥 提到会和这些并肩作战的综艺咖一起唱歌 几度眼眶泛红 最后四想起出道以来的过往 突然爆哭三分钟 雨色多时候 几出 好吧 就这样 最后一句话讲不出来 从来 随即又垒如雨下 最后要了直笔写下 马拉松进场最后一圈 他叹了一口气坦言 太多秘密 从小干这一行 今天感触多 我是一个从这里 歌手 出发 跑人生一大圈 最后回到这里 吴宗宪过去出过二十五张音乐作品 组过团体修比都华 也唱过无数经典歌曲 但他却迟迟没站上小巨蛋 这次演唱会他付出所有心力 就算陆影再忙 也抽出时间运动练费活量 更夸口要少抽抽了数年的雪茄 事实上 他第一次战场艺能舞台式歌手身份 高二十得过全台湾唱歌比赛冠军 如今 他期盼能在高雄家乡再开一场 一元歌手梦 也对父亲有个交代 澳洲野生捕获周杰伦 网友惊呼 受太快了吧 昨天 九日 昆灵才刚晒出于两岁多女儿小周周 Hardaway的照片 母女穿着粉红色的洋装 看上去非常温馨 十日中午 有网友在澳洲野生动物园偶遇周杰伦 喜料他也穿着粉外套 一旁还有园区的小火车载着游客经过 周杰伦一路走过 只见车上一群人疯狂尖叫而过 周杰伦还与他们热情地打招呼 俨然是一位世界级的巨星 许多网友看到周杰伦穿着粉色系的衣服 纷纷兴奋表示 Real小公主 这件骚粉真好看 还有眼尖网友发现 爱喝奶茶的周董到了澳洲 似乎便瘦了不少 直呼瘦得太快了吧 澳洲没有奶茶的缘故 十倍奶茶就又烫回去了 周杰伦的中文官方微博看到这则消息 也火速转发 还开玩笑地说瘦了 奶茶又怎样 有网友则幽默笑称奶茶不是重点 是手臂上的珍珠 恭喜 老婆朴秀珍准时谢货 裴永俊席迎前世情人 45岁韩清裴永俊 与32岁妻子朴秀珍结婚三年 2016年10月生下儿子 今、10日 朴秀珍又顺利生下女儿 母女君安 裴永俊全程陪在老裴身旁 展现人夫体贴的一面 两人去年8月开心宣布怀第二胎 他们对小孩性别保密到家 日前没报第二胎是女儿 预产妻在本月10日 果然朴秀珍准时谢货 Dispatch报道指出 确切出生时间是10日凌晨 裴永俊一直陪在妻子身旁 两岁的儿子也已到医院探望妹妹 一家人相当开心 两人都希望低调 朴秀珍生第一胎时 被报在三星首尔医院耍特权 让早产的儿子插队使用保温箱 并用甜甜圈贿赂护护理师 不甩只有妈妈可以看宝宝的规定 让经纪人和她爸妈可以探望婴儿 朴秀珍在IG上道歉 坦诚送甜甜圈一事 也让爸妈进去看宝宝 经过此事 她怀第二胎时特别低调 不公开性别也很少晒运度 吴宗献报哭三分钟 首斗写一行字 吐出道31年心酸 吴宗献将于7月28日在台北小聚丹 举办出道31年首次歌唱 今天举办造势记者会 公布4月14日准时开卖 在会后访问上 她谈起一出道的初衷就是想当歌手 父亲也给予她很多期许 想不到她竟踏上谐星之路 初到31年终于站上小巨蛋 自叹 对爸爸是交代 常歪掉往综艺走 唯 聊养家活口 以前有多为难 面对演唱会 认为平复心情最重要 接着吐了一字 突然被从中来 瘫趴在桌子上暴哭 她的演唱会为了提携后背 开场前40分钟 把舞台交给60多位谐星去发挥 提到会和这些并肩作战的综艺咖一起唱歌 几度眼眶泛红 最后思想起出道以来的过往 突然爆哭三分钟 雨色多时候 几出 好吧 就这样 最后一句话讲不出来 从来 随即又累如雨下 最后要了纸笔写下马拉松进场最后一圈 她叹了一口气坦言 太多秘密 从小干这一行 今天感触多 我是一个从这里 歌手 出发 跑人生一大圈 最后回到这里 吴宗献过去出过25张音乐作品 组过团体修比都华 也唱过无数经典歌曲 但她却迟迟没站上小巨蛋 这次演唱会她付出所有心力 就算陆影再忙 也抽出时间运动练肺活量 更夸口要少抽抽了数年的雪茄 事实上 她第一次站上艺能舞台式歌手身份 高20得过全台湾唱歌比赛冠军 如今 她期盼能在高雄家乡再开一场 艺员歌手梦 也对父亲有个交代